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天使夜未眠 陪你倒入眠 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 真的非常的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每次呢,分享一个见证 一个故事,或者是一篇文章呢 真是盼望让我们一起同德激励 安慰和造就 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 回收人生ING 我重生了 我重生了 我还要想要再走下去,让我没办法 如果你的,你带我走 好像有一个新的力量 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我也想要知道 人在我生命中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改变 让我们回收人生 闪亮一生 回收人生 挨音聚 回收人生 闪亮一生 今天回收人生ING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盛小梅的生命故事 盛小梅以前呢 其实她不是学音乐课班出生的 但是当她去到了美国之后 因着爸爸生重病 然后他们一家人呢 认识了基督信仰 在这个父亲离世的这个过程当中 经历到了神的爱是怎么样的来安慰他们 然后在这个患难当中呢 赐下了平安 那盛小梅跟她的丈夫就开始进到教会 也透过读圣经 更多的来认识这位上帝 而盛小梅她的人生呢 也因着认识了基督信仰 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她选择放弃了人人都羡慕的很高薪的工作 开始创作许多福音诗歌 然后成立泥土音乐 这是一个什么样奇妙的过程 来听听她的分享 说起我的音乐服饰 真的可以说是神自己在做的 因为虽然我对音乐是有兴趣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可以走上这一条路 因为完全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计划 我原来因为念的是气管嘛 主修的是财务分析跟这个系统 所以我做的事情呢 是在金融机构里面做财务方面的事情 一开始只是用闲暇的时间 跟着教会啊 比如说敬拜赞美团啦 或者是有什么音乐服饰的机会 完全是可以说是玩票性质的啦 根本就没有很认真 一直到大概是1995年左右吧 那个时候洛杉矶有一个机构叫做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 其实我那时候也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很陌生的一个机构对我来讲 那他们举办了一个盛乐歌唱比赛 然后偶然的机会 我一个朋友帮我去报了名 所以简单的说呢 我就是去参加比赛啦 比赛之后呢 就被他们选出来 然后他们就当时就选了三个人 帮他们做了第一张的CD 那这张CD呢 后来等于说除了我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歌手 我其中帮他们唱的 大概总共有四首歌吧 其中一首就叫做他为我开录 那后来这条他为我开录 就成为他们这张专辑的一个主题 之后呢 反应蛮好的 所以他们又叫我 又帮他们做了第二张 就是我的个人专辑 叫做有爱同行 然后呢 又帮他们做了两张卡拉OK 就这么一头栽进去 就开始好像走上了这个音乐服饰的这种道路 后来又帮他们做了广播节目啊等等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赞美之泉 因为也在洛杉矶嘛 那我们有一些认识的朋友就牵线啊 然后我就开始跟着赞美之泉服饰啊 然后就开始帮他们写歌啊 唱歌啊等等 一直到2004年 才是成立了泥土音乐的事工啊 成立泥土音乐也真的是 神自己的印证吧 兴起环境来印证呀 因为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我在2002 2003年那个时候 有很多很多创作的灵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神给我这么多的灵感啊 因为基本上我是一个门外汉啊 也没学过作曲 可是创作的这个数量很多很多 所以我就开始认真的在求问神 简单的讲呢 就是神把印证啊 我求的印证给我了 所以我就凭着信心就做了 第一张我个人制作的 也是我写的专辑 就是泥土音乐的第一张专辑 亲密的朋友 从此就开始了这个 可以算是全职吧 全职的音乐服饰啊 很奇妙啦 我们为什么叫泥土 就是因为不是自己在做 就好像神是摇将 圣经上讲神是摇将 我是泥土 是摇将他自己看着 怎么好就怎么做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办了几百场的音乐会啊 然后出了五张的专辑啊 都是上帝自己开的门啊 我们都没有自己去寻找服饰的机会 都是各地的邀约 那我觉得这都是神自己在开门 写歌的灵感也是从神来的 所以对我来讲 这份服饰好像是神采取主动啊 我是一个就是跟随啦 神带我怎么走 我就怎么走 往哪个方向 我就往哪个方向走 一直走到现在 其实我们有一次哈 我们在东南亚办音乐会的时候 也有类似的经历 就是有一个姐妹 她说她听到这个歌是 她们在缅甸的一个孤儿院里面宣教的时候 那群怨童唱给她们听 所以我觉得很奇妙 神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好 当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呢 我其实是心里面是挂记着一些觉得生活压力很重 好像是走不下去的这些人 因为那段时间呢 我在看报纸的时候 常常看到有人想要自杀 有人自杀 不管是跳楼自杀 割碗自杀 烧炭自杀 就是好像生活上面碰到一些难处 觉得实在走不下去了 然后就选择了早早的结束生命 那我心里面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心里面就发出一个问号 我想说 难道真的无路可走吗 如果他们认识神的话 是不是他们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接下来我就想说 其实每个人都会走到人生的低谷 所以就算你今天好好的 可能有一天你也会觉得你想要放弃 因为人就是这么一个感情的动物 就是说很脆弱的 一下心情一下子好像到一个绝望的谷底 所以当我写有一天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一个心情 我说有一天如果你也觉得想放弃 你也失去了勇气 你也觉得没有人爱你 你也觉得走不下去了 那么那一天我要告诉你这个信息 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上帝 他可以帮助你 他的爱有能力可以陪伴你 走这条人生窄路 这首歌写出来以后 也是受到很多的回响 我也很感谢神 神使用这首歌来帮助了很多的人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 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 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 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 那一天你若想放弃 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 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 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 那一天你若想放弃 这个世界占有一位上帝 他爱你 他愿意帮助你 梦漫漫人海 梦漫人海 虽然寂寞 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 这个世界占有一位上帝 她的双手 她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 慢慢眨眼 陪你走过 他爱你 帮你一扇指教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圣小梅所创作的有一天 上帝带领她的人生道路 何等的奇妙 虽然她不是科班出生的 虽然她没有学音乐的头衔 但是上帝赐给她这个才华 赐给她感受的能力 把她所想到的 所关心的这些人事物 化作一首又一首美好的诗歌 祝福好多好多的人 特别遇到挫折的时候 这首歌曲告诉他们 有一位上帝 他愿意帮助我们 而且他的爱 能够陪伴我们一生之久 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首 《有一天》 在聆听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有任何话 想要跟天天分享 和我谈谈心 聊聊天 让我也可以为你祷告 希望你在网站上留言给我 或者是发短讯给我 我的短讯号码是 13229966122 13229966122 请著名节目简称天使 好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了 祝福你平安喜乐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这样已回上帝 他爱你 他愿意帮助你 茫茫人海 虽然记忆有 他爱能 温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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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 一生之久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有一位上帝 有一位上帝 他爱你 他愿意 好处理 他爱你 茫茫人海 虽然记忆梦 他爱能 温暖一切冷漠 这个世界 占有一位上帝